到現在,回歸21年,雙普選遙遙無期 在這幾年當中,還發出了什麼? 《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過時失效 這些背信棄義的說法 所以一國兩制自然就變形走樣 當在香港的市民和年輕一代 各位網友,今期有洪出沒注意 正值香港回歸21週年 自然是要說香港回歸21週年的回顧與展望 大家知道,其實香港自從1997年7月1日回歸 本來發展的路向已經由《中英聯合聲明》 和《基本法》規定都很清晰 正如《基本法》第五條所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但是,50年不變 但是不久 2014年6月10日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就弄了个白皮书 白皮书里面 就前所未有地提出了 所谓全面管治权的问题 这一件事里面 就令到我们香港人 就莫名其妙 因为邓小平 论述一国两制的 所有的著作里面 是没有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 中英联合声明 也都没有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 1990年4月颁布的 基本法 也都没有 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 基本法颁布之后的 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 也都没有 全面管治权 这些字眼出现在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甚至乎回归以来 人大常委会五次释法 也都没有说过什么 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 竟然间里面 由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部级的单位的白皮书 爆这一件事出来 完全是对基本法的 散改和潜见 令到香港人对一国两制 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这个精神 这个原则是否依然存在呢 如舵五里无中 然后在2014年的831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用一种搬笼门的手法 将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 所赋予香港人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 一笔勾销 到现在了 回归二十一年 双普选遥遥无期 在这几年当中里面 还发出了什么 中英联合声明 是历史文件 过时失效 这些背信弃义的说法 所以一国两制自然就变形走样 当在香港的市民和年轻一代 对于用搬笼门的手法 勾销我们香港人 双普选民主进程 感到里面来说 戳戳戏的时候 也有极少数的年轻人 就变成抱着一种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 逆反心理 提出了什么 港独自决 这些这样的 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些完全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实际上提什么 港独自决 这些个别的年轻人 他根本第一 没有公权力在手 第二也没有一个社会基础的支持 因此 他们这些 又的方面 对一国两制的挑战和动摇 远远比不上 就像头头所说的那些 什么全面管治权 八十一决定 这些一阻二责的东西 对于一国两制的危害 最近中美爆发贸易战 很显然 美国乃至西方社会 对中国的看法 是有一个彻底的 战略性的改变 认为中国里面 他的价值观 依然是 马克思暴力革命 阶级斗争 世界革命 消灭递收贩 解放全人类 那些的阴云不散 所以 对中国的经济的崛起里面 感觉到是一种威胁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更加凸显了 我们一定要按照中英联合声明 和基本法规定 保障一国两制在香港 不动摇不走样 要令到香港既基持一国原则 又尊重两制差异 二者不可偏废 唯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香港的 独特地位、独特的优势 在今后风高浪急的国际形势当中 能够对国家里面 作为一个避风堂、安全岛、太平门 起到这样的历史作用 多谢各位